鴻水橋一個住宅單位火警 消防到場出動兩條喉 和兩隊煙霧隊撲救 大約30分鐘後救息 有小童在救護車上接受治理 據了解單位一共住了五個人 男女護主和兩個小童因為吸入濃煙不息 另一個一歲男嬰送到天水圍醫院搶救後不治 晚上七點半洪水橋營福街翠山園十四座 一個低層單位起火 住在樓上的居民說 當時嘗試救火但不成功 我先生出了門口 他叫火燭啊火燭啊打敗小房 試圖打算開消防樓但沒有水出 之後我們也下不了房 因為太大黑煙了 我們唯一時間留下兩個小朋友 和我們兩個人在廚房 就和那些毛巾遮住自己 你知不知道樓下單位那些人 因為他搬來不太久 他樓下大概有多少人住 我只可以回答你 是不是香港人 應該不是Local 應該不是本地人 有見過面有打招呼 但不常見 因為始終搬來不太久 大廈對面食屎職員說 單位男戶主外出回來 見到單位起火 家人被困 立即爬水喉上鹽棚救人 之後見到女戶主和兩個兒童走得掉 但一個幼童之後才被救出 救出時已經沒有反應 東網記者岑子浩不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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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